24小时冰窖挑战 土豪又开始坐死 冰床 冰椅子 甚至连马桶也是冰坐的 一个冰门就重达500斤 土豪和兄弟打赌 只要自己待满24小时 兄弟就得受惩罚 冰窖挑战正式开始 只见土豪来回走动 一个小时后 手就变得通红 赶忙叫来摄影师 用一万美元换来一副手套 这钱也太好赚了吧 而一旁的兄弟们正吹着暖气相符 三小时过去 土豪已经冻得鼻涕滋流 开始暴动 砸起冰雕取暖 贴心的兄弟拿来一件小棉袄 让土豪垫垫椅子 时间很快到了六小时 土豪的鼻涕已经到了嘴里 坚持了这么久 终于到了吃饭时间 兄弟送来一大堆华夫饼 直接浇了半瓶糖 还送上个冰餐具 好家伙 这吃起来不动死也得hold死吧 时间继续转动 无聊的土豪 玩起了摄影师套娃 兄弟健壮立马跑来凑热闹 先是一锤子把冰门砸掉 接着砸床 砸冰雕 甚至连马桶也没放过 还当面问土豪好玩不 接着就去睡大觉 留下土豪一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只有一台价值30万美元的摄像机 还在和他作伴 为了保证土豪不出问题 专门有医生给他测量体温 毕竟命还是更重要 那边刚睡醒的兄弟 一起床就开始整活 拿起喷火枪就在墙上开了个洞 还露脸嘲讽 土豪叫来兄弟石头剪刀布 赢了就能免去惩罚 结果土豪一开始救出了 兄弟们开心拥抱 可不到一回 土豪又赢了 气得他们只咬牙 终于挑战还剩下最后一小时 兄弟们已经开始准备热水 在煎熬24小时后 土豪终于出关 第一件事就是惩罚兄弟 每人先倒上一桶润滑油 再撒上一身鸡毛给路人观看 欢迎期待土豪的下次挑战